大家好我是阿天 這一次終於我可以上脆弱了 因為這個是屬於弱冰的 然後呢我在凌晨的時候 抽到了這個水賴禮喔 不過呢水賴禮的話我還在練喔 那所以說我現在還是先用棕木燒來打 那不過呢我先打這個難度91 然後級別35喔 我覺得等級還是影響最大了 因為雖然說我的這個水賴禮啊 他的這一招大招有HP加50% 然後又是SP15的 那但是呢我的水賴禮目前只有等級88喔 所以說呢這個傷害打不出來喔 因為你的那個基本屬性不夠高 所以我剛試了一下的我還是先用這一個棕木燒 哇新的挑戰的活動就是這麼爽喔 哇尤其是這個廢育券 廢育券的話呢 一張廢育券等於價值兩個生命石喔 像我現在的話呢我還蠻需要爬這個廢育的 不論是這個寶玉迷宮 對不起寶珠迷宮 又或者是說我有一些比較爛的這個技能 我還想要重爬喔 像我現在擁有這個屬性戒指啊 火的話我是跑了好像三 三趟吧 其實三趟的話等於是六張券 因為我一次用兩張券 然後可以獲得兩個戒指 所以說你看火 我火火已經拿到幾個 我好像有賣掉一個 六個戒指吧 然後最好的是加三喔 冰的話是只有加一 那三跟一的話呢 就是差了3%技能攻擊力 好像不多啦 但是總覺得 總覺得1的話還可以再刷一次嘛 然後雷也要刷 光跟暗示加四運氣不錯 大概是這個樣子喔 那我們領了那麼多東西呢 我們看一下 這一次的這個積分戰 Boss是洛冰 洛冰的話呢 就是因為說 這一次的戰術 就 怎麼講 戰術精髓的兩隻角色 真的是超正的 一個是我們的這個 黑心老闆娘 然後另外一個是 忍者 好 我們先把這個禮物給領一領喔 這麼多 積分挑戰 每次上 每次這個更新積分戰的時候就覺得說 超級爽的 然後呢 另外這個有每天一次免費 就是不要忘記抽 今天更新就有了 這個持續21天 一直到4月28號 4月28號呢 也就是新的 新的這一個 這個什麼主線 應該是第四章的後篇 所以說你現在還沒有過第四章前篇的話呢 可以這個好好的這個練習 其實我覺得 主線推圖的話呢 基本上 只要你的等級到了 然後呢 一些 怎麼講 等級先滿再說 然後去一些裝備啊 做完 還有跟這個老闆娘 去買這個96萬的這個 這個裝備喔 那這個GP不夠的話呢 就是每天掛網後掛十隻修煉場 那像 我之前我有錄 十隻修煉場 50秒後 當然現在有很多這個30秒的 那你這樣掛個一天的30萬GP絕對不是問題喔 那我們就先來一個免費一抽吧 這個每天都要免費抽然後等一下我們再來 先把我現在身上的這個時音給花掉 因為我想要買新禮包但是呢目前來講還沒有更新新的禮包 免費抽還沒有出奇蹟齁沒關係 在講阿代阿海德之前呢我們先看一下原型的阿代阿海德 阿代阿海德的話呢這一招 東拼西湊人法大亂鬥 那他的這個滅沙影分身喔算是我 怎麼講呢打意識稱阿 打Boss啊疊傷害率非常喜歡用的一招喔 那這招打下去的話一下子就可以疊個一兩百沒什麼問題但是呢 另外你還要搭配他的這一招心意活性 這個是他的S級的技能喔可以自己增加連擊數所以說就不需要花到這一個 李硬夏的無中生友喔 所以非常的方便 那另外呢他也有 算是冰的技能一片冰心喔 不過呢這是SP等於8啦這個 怎麼講傷害力要來拿來打Boss的話可能有點弱 不過輕小怪還OK 所以這一隻忍者的話呢他自己可以疊連擊 然後呢打破壞率算是說這個各個地方都可以用的到 那至於說老闆娘的話呢我還沒有獲得他的這個SS型態 不過呢他在活動呢有他的這一個活動角 就是那個小玉的無人倒的這個活動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他的S級的 怎麼講S級的角色 基本上你把那個活動玩完的話你也可以把他升到120級 就是當他這個S級突破 突破到這個10的話 我們看一下他的技能是飽和增強幫全體上這個攻擊力也是OK啦 然後另外一個技能什麼增強 真的是一個輔助的角色 那我們就回來看一下說這一個戰術形態吧 好那我們再繼續看到這個 阿戴爾海德這個雪花 那他的話呢就是 這更方便的 SP4 可以提升自己的冰屬性技能攻擊力 而且這個提升的這個技能攻擊力 比那個冰心羅提升的還要高 所以他真的是超級 怎麼講呢 超級自幹玩 自己可以疊連 連擊然後呢 自己增加冰技能攻擊力 然後呢 再使用自己的這個大招 這是什麼 神奇流冷素 所以真的是超方便 只是說他的這個 SP比較吃緊 他這樣子一套疊完的話 4加4加5加5 18下他可以自己疊完自己的這個 冰技能 然後還可以疊完連擊 那後面再使用這一招這個大招後再加14 所以說一共是用到32點的SP 所以說這個是 埃戴爾海德的部分 不過這是破壞率啦 所以說 破壞率的話呢 攻擊力強不強 我覺得沒有什麼關係 我覺得 破壞率的話 打不出傷害沒有差 你只要連擊數有 那個把那個破壞率疊起來就好 像那個阿戴爾海德的這個原型啊 我也只是拿他來疊這個破壞率而已 主輸出手還是給別人 然後再來是左葉馬里的部分 左葉馬里的話呢 他的這一招大絕招後 廢墟幻想 是提升前排 前排一次提升三個人 那他自己要站在前排 所以就扣掉他一個人 那這個技能的話 提升的技能攻擊力 比新聖華還要來得高 而且SP才多1 而以後 那SP多1 那就是多了兩個人 其實蠻方便的 但是因為是前衛 所以說像你攻擊手的話 你也必須要站在前衛 如果說攻擊手 他身上疊了無中生友 那你就要給他裝備一些 可能就是 不能夠輸出的技能 譬如說 給他裝備個寶玉 這個什麼填充寶玉 讓他那一回合呢 就是 補一下SP 不要 不要出招 不然的話呢 他又要站在前衛 去吃他的這個buff 然後不小心攻擊的話 哇 像是那種無中生友會普攻消耗掉的話 那就浪費了 那所以說呢 像這種提升前衛的話 可能像輸出手的話呢 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 那不管怎麼樣呢 他的這個技能攻擊力提升 他的初始值就已經比 這一個新 冰那個什麼講 新聖華的那一招技能攻擊力提升 的那個最高值90%還要來的高 他是 95到106% 那暴擊力提升的都是70% 不過呢特別是說 他是第一次 戰鬥的第一次使用這個技能 可以增加心眼的效果 那心眼的話呢 就是 技能命中弱點的話 傷害提升35到50% 要必須要命中弱點 這個的話 心眼跟這個脆弱是一樣的 如果說你的角色 打的那個怎麼講 不論是戰術形態 或者是說屬性 打這個 打這個敵人沒有對到弱點的話 那你其實就不需要上心眼 你也不需要上脆弱 像上 上週的那個王啊 他是落暗屬性 可是呢我帶的是雷對 所以說呢 這個我就不需要特別的去上脆弱跟這個心眼 因為不論是斬 或者是說這個圖啊 沒有沒有對到這個弱點 然後呢屬性也沒對到 那這樣子心眼跟這個脆弱就沒有用了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不過這個這個這個心眼的話 就是只有戰這個戰鬥的第一次使用 然後再來的話呢 就純粹只是提升這個暴擊力跟這個技能攻擊力 所以說這是卓越瑪里的部分 我覺得都還不錯 這兩隻角色 但是呢 其實我並沒有說 非常的 非常的想要抽 因為 怎麼講 第一個 第一個忍者的話呢 他是 他是很萬用啦 他可以繼承這個圓形 可是繼承那個圓形的那一招 滅殺影紛針也是疊破壞率 那這一招的話呢 他還 對他還多了一個這個凍結敵人 然後封印攻擊 那封印的話呢 其實我有 中木燒 中木燒的話 封印才只要 SP 好像是5而已吧 那封印這一招的話呢 就是 怎麼講 他可以封印這個金癌體 讓金癌體不能跑掉 蠻特別的 所以說 如果說 以輸出手來說 我會希望說這一招是 什麼HP加50% 或是 DP加50% 那 如果說你有中木燒的話 封印你也有 再惡你也有 然後 SP14的這個脆弱 就像我影片一開始 把這個中木燒加減拿來當這個冰的這個輸出手 所以有這隻角色的話 我會覺得跟我的中木燒有一點點重疊 那當然是因為我自己也有這個冰心羅啦 我也可以幫自己上這一個 技能攻擊力 那不過呢 就是他 他真的是很萬用啦 因為他畢竟S級的話 可以加連擊 然後自己又加冰技能 所以說就是有一隻 就是 自己都可以來的角色啦 但是我的角色比較豐富 所以說我覺得多了這隻角色對我來說幫助不大 那要打破壞率大的話呢 我有學姐可以用 白河結奈 那我也有他的原型可以用 所以我覺得這隻角色對我來說幫助不大 那卓越瑪麗的話呢 可以加星眼 那星眼的話呢 就 我 我之前我有抽到那個 大島家的那個惡妹 惡以奈 他也可以幫前衛加星眼 那個HP花的比較多 那這隻角色的話呢 就是 除了這個星眼 再來就是 暴擊傷害嘛 可是暴擊傷害的話 我又有星聖華 那這個的話 角色也要放在前面 他的暴擊傷害30的話 跟星聖華也是一樣 那我會覺得在戰鬥中的話 一般來說啦 我一般打Boss的話 我只會給一個 一個攻擊手上 這一個傷害而已 當然前衛多一個人 吃到這個 暴擊傷害跟這個 暴擊率的話 我覺得也是很不錯 因為通常大概就是一個 主書出手 另外一個的話 可能就是破盾之類的 那如果說 也吃到這個的話 多增加一點暴擊率啊 然後這樣也是可以多打一點傷害 也是OK 不過呢 有這隻角色的話 我覺得也不會 取代這個星聖華的地位喔 畢竟 這個星眼也只有第一次 然後再來的話呢 他就少掉了這個暴擊傷害值 所以 要疊的話 我還是會選擇這個星聖華喔 好 那所以說這兩隻角色的話 確實是 有沒有 對我目前來說影響真的不大 然後是 4月7號到28號有21天的時間喔 所以說呢 如果是以我目前的角色後 這麼豐富 然後呢 我有星聖華 我有冰星羅 那這個冰的這一個 這個輸出手 我有中木燒 中木燒 那我覺得 這兩隻角色對我來說 就幫助沒有那麼大 所以我會覺得這兩隻角色 可能 可能如果說你要存的話呢 還是可以繼續存喔 可以不用花這個錢喔 那 不過呢我們錄影片的話 我們還是來一個30抽好了 看看我的運氣是不是 是不是這麼好 這樣子 好 那禮包還沒更新喔 所以說看看說 等下到這有沒有什麼新的禮包可以玩喔 這個是打那個 積分戰獲得這個券喔 這個我也有抽中過 SSO 然後 我們就直接 付費喔 這兩個禮拜的話 應該不會出什麼 Step1234吧 因為如果說要出那個 Step1234的話 你要存 6600 6600的那個付費的時音喔 沒關係 那我們就 我們就抽抽看吧 這樣子 付費 免費 我們就抽個30抽好了 好不好 30抽 那我們就抽個30抽喔 這個的話我就不會抽到200保底 因為這兩隻剛剛有提到 對我的幫助不是很大 所以我們就抽一個 這個算是 意思意思喔 好 抽囉 哎呀是運氣用完了嗎 這個好繼續繼續 好沒關係沒關係 彩色來了彩色來了 誰都可以誰都可以 不用等便我直接是彩色的最好了 誰呢 還沒到這裡 哈哈哈哈哈哈 這隻我也沒有 練上去之後呢 也可以用他來打那個 寶珠迷宮嗎 應該就是這一隻吧 對不對 這是 這是他的圓形吧 沒有連續兩隻喔 好OK 所以說的就 歪到了一隻可憐 歪到一隻可憐喔 不錯不錯不錯 因為這隻本來我沒有 好那這樣子呢 到時候呢 就是 練角色的話 我也可以繼續把這個可憐拿來練喔 好 然後呢 我們再抽最後一次喔 哇 這只能期待變了 沒錯 合作依蠻 運氣又完了就是30抽大概是這個樣子 不過還好還有一個SS 還有一個SS安慰一下 有這個這個可憐喔 好那影片就到這個地方了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我們下次見掰掰